什么是仿生呢? 仿生这个思想早已出现 必应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当中 例如 受带齿的植物叶子启发的锯子 受鱼尾齐启发的船鲁 受回生定位蝙蝠启发的雷达 受剪阻鲨鱼皮启发的泳衣等等 仿生作为一门科学 在材料科学中的分支 称为仿生材料学 仿生材料学是指 受生物的结构和功能的启发 通过研究生物体的结构 与其特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设计合成具有该特性的物质和结构 最终得到具备特定功能的 仿生材料的一门科学 对于仿生材料 我们知道 生物经过长期的演化和自然的选择 生物系统通过优化其组织结构 其表界面性质等方法 最终进化出 能够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 优异的特性和特定的功能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现代化的表征 及制备合成技术的高速发展 推动了人类 对于这些优异的生物特性的 深入的认知 我们对于许许多多的 自然宏观现象 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的认知 为我们新材料的研发 带来了无限的设计灵感 出于理而不染 着青年而不腰 文学家从中看到了高盛的品格 材料科学家 从中看到的 则是自清洁材料的启式 荷叶为什么能够做到 出于理而不染 通过材料科学家的研究发现 荷叶的出于理而不染 等于其表面的微米 纳米的双重乳突结构 我们知道 微米纳米是长度单位 一微米是10的-6次方米 相当于一米的百万分之一 例如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约为50微米 而一纳米是10的-9次方米 纳米尺度的物体 肉眼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这一尺度下 人们经常使用电子显微镜 来观察研究 研究人员用电子显微镜 观察荷叶表面结构时 看到的是荷叶表面上 有着无数的微米级的 纳质乳突结构 每个微米级的乳突的表面 又负责着许许多多 与其结构相似的 纳米级颗粒 也就是说 荷叶表面具有 微米纳米双重乳突结构 而这些凹凸不平的 乳突缝隙中充满着空气 水滴落在荷叶上时 由于乳突缝隙中 存在着空气隔层 使水滴不能铺展浸润荷叶表面 与荷叶表面接触的面积 比一般的材料 减少了90%以上 水滴在其表面张力的作用下 呈现原滴状滚动 并在水滴滚动的同时 带走了叶子上的灰尘 从而实现了自清洁的功能 那么自然界中 还有很多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 也经常会接触到一些 比如在一些池塘里面 我们知道在水上 经常会飘着一些昆虫 那么这个 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水滴 我们经常会在池塘里面 看到这种昆虫 那么它能在水上 非常自由地进行一个移动 那么为什么它不会下沉 那么科学家们研究发现的话 水滴其实是 它的腿上有一种 非常神奇的 这种微辣符合的螺旋结构 那么提供了很大的浮力 那么研究表明的话 它能承受 比自身重型机器人 或者一些传播器件 而这种受水滴腿 启发的仿生材料的话 有望应用于新型的海上运输设备 那么另一种很有趣的动物的话 是壁虎 那么壁虎的话 其实它有个非常神奇的 就是它的一个脚 那么我们知道 壁虎的脚 其实科学家们研究发现的话 它是一个成千上万的 很小的一个吸盘 它能很好的实现在 垂直表面上的一个移动 所以说受这个启发 我们人工也开发了很多 仿壁虎脚的一些 用于高空作业的 那种吸盘的结构工具